高雄今年短短三个月 就受到两个台风连续重创 不是淹水淹到家里一楼便不见 就是爱车被路出压毁直接报销 让民众直呼之后买房都要注意避开重点设施 连续的台风侵袭 好像也震荡到了房市 对比上半年整体成交量大减 尤其是男子和古山直接砍半 左营区剩不到三分之一 唯独山明区不受影响 反而有成长的趋势 但是整体下来还是减少了25.9% 高雄房市买戏下滑 难道真的与风灾有关吗 短期来说一定会影响我们房地产买方 它销售的评估 但是长期来讲如果建物本身的维修 还有环境的维护跟提升 有加强的话 那长期来看是不会影响的 那我们自己观察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 市场因为议题 还有话题这些规划的原因 所以上半年集中在这一些 现在我们看到成交量掉落比较多的 都是上半年话题比较多的地方 那下半年因为风灾 然后还有我们央行 它DigiPro的信用管制 所以买方在评估 还有市场的资金的流动性 它相对有比较降低 所以会进入一个比较盘整的期间 严重的风灾确实会影响到房市 加上政府打房政策 让下半年的房市有些许冷气下来 但高雄今年购物议题持续不断 根据内政部资料统计 今年第二季高雄房市买卖契约 平均总价已经突破到1200万 即使已经有稍微降温 房价依旧是不断晚上翻升 那现在不管是蛋白区还是蛋黄区 建商因为成本的关系 其实我们比较小的单位 两房的价格 大概也都介于1000到1200万左右的 平均价格 不管是我们房仲业者本身 还是消费市场的反馈 包含现在政府 它要推出这个DigiPro的信用管制 主要都是担心房地产市场过热 今年高雄房市热闹空前 但是过了的房市交易 是否是健康的层次发展 居住战役是否会越来越远 或许正常的房屋买卖 还是需要回到最初始的刚性需求 记者川军 高雄报导